随着楚桥传的大火 网友对赵丽颖的关注更是直线上升 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赵丽颖新恋情 也不断被提及 近段时间 赵丽颖被拍到和一个开兰博基尼的神秘男 相伴聚餐 两人穿印有同样图案的情侣装 该男子贴心的为赵丽颖开车门 一路照顾周到 当时很多人看走路的姿态 尤其像冯绍峰 毕竟两人合作过电影 《西游记之女儿国》 在发布会上 赵丽颖更是很自然的 挽出了冯绍峰的手 俩人更像是一对情侣 而《继女儿国》之后 赵丽颖接下IP大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不免引起网友的猜疑 随着楚桥传的热播 林更新和赵丽颖组成的星月CP 也不断被网友认可 所以面对赵丽颖爆出的新恋情 也有网友表示 千万不要是冯绍峰 他都有几个女人了 哪怕是林更新都不要是冯绍峰 一是太老 二是太花 所以这样看来 如果真是冯绍峰 网友和粉丝都不认可 他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不过演员都有属于自己的私生活 赵丽颖之前也曾被爆过恋情 拍摄《诸仙庆云志》时 绯闻男友王浩探班 两人还同会酒店 但是赵丽颖一直没有对 和王浩的恋情做出回应 而对于网上传言的 赵丽颖和冯绍峰 双方还没正面答复 这又是为新戏做宣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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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